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什么拒绝者小菜鸟 下面硬 这些爱迪都很神奇嘛 还有什么欧文 欧帕 但他们都选将很纠结 只能出生一号位 一号位有无中和代劳的话就不用换了 因为一号位的话你可以及时调整守白 就相当于脚气卡了 省了脚气卡是不是 来一个智力之笔 四血匠的可以虚报智力之笔 当然你不愿意虚报 你说哎呀我这牌要防大嘴 那就看一下 好那选择了看 看到一个国家 那你要不要乐他呢 他并没有乐国家 他表示卫国你出来 有种你出来 你信不信我随便 你不出来就拉倒 你要愿意出来呢 就被勾引出来 他就 这就是 这其实是很早以前的一种古老的用法 打法 就是看下家 乐下下家 或者是什么看上家乐下家 看下家乐上家 反正类似的 好这边这个国家寻遇 选择出来 出来就出来吧 你就双量是不是 你也不双量好吧 反正他是出来了 到底能不能打出大卫来呢 因为这局场上四血将比较多 说实话 就算是大卫 应该也不是特别厉害的 他如果被勾引出来 他就出来搞搞事情 然后就被人揍 好 屈虎吞狼 一个5点5点 5点对5点也没拼过 没拼过还给咱们张牌 反正他信了 信了咱们是卫国 开始打这个三号拒绝者 打起来 一哈 还有诸葛连弩可以 当然5号位排不多 他出了个小点也不一定是啥 这个不能确定 只能说有可能是卫 好 一顿怼 到底怼死是什么 这就不知道了 当然怼死的是群 你也只能认倒霉 好 这个开始骂了 那很有可能怼死卫国了 因为你乐了一个四血的 对于卫国来说 他是并不能看出四血将是什么 如果是三血 那你乐了就三血不卖 人家卫国肯定能怼中 对不对 好 直接裸奔 这一招 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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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见笑了 好 到了一个飞位 当然如果3号真是群 那你就认倒霉吧 只能 反正你选择这种打法吗 这只是一个 想让卫国出来的想法 好 国家选择出来 这个许主开始骂 开始骂国家 国家也开始骂主视角 表示你们都 都来针对我 两个大神 两个巨神 好 忙四血666 他忙不到四血 他忙不到别人 对不对 确实忙四血是看不出来的 这是卫国的一个问题 忙三血对吧 他来打咱们 他飞位 这个5号 这个5号开始 好像发现了什么 发现说 结果1号不是位 就非常神奇 他来打咱们 他肯定不是位 这些人开始 各种主持人 表示呵呵 各种开始 言语诱惑 那到底是不是呢 好 这时候 国家被兵了 你可以选择跳真份 不跳真份 可能要被取奴 好 他把身份跳过来 我不是位 我错了 我永不被骑 然后也不遗迹 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这个就很难判断了 他被打得 这个可能懵逼了 可能这个 真的是有点懵逼 不遗迹的大神 这个5号位一顿 这个嘲讽啊 估计5号是位吧 这个 实在是 对卫国队友表示心痛 好 杀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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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你之手与他一搏吧 借你之手与他一搏啊 好 这边大K 果然不是位啊 就要干你啊 是不是 哦 就这样吧 这个国家真的是心痛啊 痛都不行啊 好 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自己从两血变 这个啊 不是 不是从两血变到溢血啊 是这个本来就溢血了 然后这个一顿牌 反正也没打出什么 啊 还有桃子 怎么还有桃子呢 你不都不想玩了吗 好 黄云英表示出来收个人头 打桃子还玩玩了 好 表示我就是不吃啊 我就是为了一血五排啊 你们来打啊 你们来打我 给谁呢 怎么还给八号呢 他八 怎么能给到八号这个位置呢 啊 这个五号疯狂的这个啊 嘴顿 非常的不满意 非常的对国家不满意啊 看起来很可能是位啊 已经多次表达了自己的心中的不满 好 这边这个国家表而死啊 这两个位是人间分崩离析 好 五五分崩 直接拽到八号脸上 好 这个 行了 你别逼逼了 我觉得你就是位吧 你这逼逼个不停 这 就老老是潜伏下来 打你的 他们死就死了 对不对 那那已经过去的事了 你再怎么逼逼也挽救不了了 你要做的是当下 是不是 就跟咱们平时做事情 你发生过的事 你挽救不了 就没有用了 你就考虑当下 对不对 你现在考虑的是 现在进入六人局 你怎么能赢下比赛 对不对 那他俩死了 就当不存在呗 哈哈 鸡头莱花 让你逼逼 逼逼就干你 是不是 暴露了吧 一刀善 万师傅 他不给 鼠背 竟敢伤我 鼠背 鼠背还可以 这个夏侯敦终于忍耐不住了 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这黄元英为什么不要寒冰剑呢 有马超寒冰剑多好使 是不是 他不要 他要青钢剑 好吧 下边硬 这个下边硬的同学是什么呢 解了自己 连上这个七号 好吧 看起来也不太像魏的样子 因为他并没有给夏侯敦解 当然也可能这个潜伏下来也没准啊 说不准 好这边怼过去 你连我我杀你啊 虽然他有可能是魏 对吧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连我我就杀你啊 这种心态 或者说觉得他是鼠 感觉应该不太像鼠啊 是鼠就是搞夏侯敦就行了 搞死夏侯敦 鼠国不就是优势很大吗 是不是 好 这边这个小朋友也没有动啊 非常的低调啊 当然他肯定不是魏了 至于是不是别的就不知道了 好 主持人可能要杀七了 我感觉 他觉得七很挺像魏的 好 直接一个九杀拍过去 管你是不是的啊 这边 嗯 外面有毒条 那如果七号不是卖血的 魏国的话呢 说明外面有蔡文基 蔡文基的话呢 大概率八号是蔡文基 六号是的话就只能是吕布了啊 正常应该三血的蔡文基可能大一点 再观察啊 对不对 有蔡文基的话呢 那就是好消息了 有蔡文基的话 就是人数越少越好了 那至少证明你有队友啊 对不对 好 黄英英表示没什么可打的 就打这个夏侯敦啊 反正也看不出来别的啊 反正我揍夏侯敦就行了 稳赚不赔 是不是 夏侯敦一副憋屈的样子 换个皮肤吧 换个皮肤就不憋屈了 是不是 好 这边这个勒布斯鼠啊 勒布斯鼠就勒住 反正他也没掉血 贝勒就贝勒吧 也并不是很张 好 这边这个人还能坚持住吗 啊 就砍了一刀 没读条了 是关了呢 还是怎么着 还是这个7号是败血呢 再看吧 好 追过去 这位小同学 有没有打7号的兴趣 还没打 那不知道他是蜀国还是吴国 在这看戏呢 还是说这个没看懂 这个就不知道了 好 这边董卓 既然进入了觉醒状态呢 就老夫进京凭乱了 老夫进京捣乱一下啊 岂能空手而归 想再拿什么 是不是 好 拿手牌 表示有虚报 拿到一个南蛮 还可以 这边就要拿什么呢 冠石斧吗 嗯 并没有还是拿手牌 可能想击杀掉他吧 毕竟有南蛮是不是 掌八一拍 放个南蛮 看能不能击杀掉 还有酒这种神奇的东西啊 吃个桃子 酒 掌八 拍 不死就放南蛮 是不是啊 不死就放南蛮 看他有没有 还有没有酒桃 什么之类的啊 没有足 哎 他竟不是卖血的 那说明有毒菜了 接下来就是看看毒菜是谁 然后这个狙杀另一个就可以了 把这边晒一刀 这八号没反应 难道真的是六号是毒菜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还是八号 关了技能又手速 我们这个没弄开啊 反正就不知道了 这边夏胡敦和黄云都要揍他 那他很可能这个又要 又要惨了 那他要不要亮 就别揍 如果是吴国就亮了呗 要不然你这老被人摁在地上锤也不好 是属国可能也得亮 要不黄云老锤 你好 这个人继续挂机 不是 与我何关 原来是姜维 你小子 那看来这个人真的是蔡文基 那蔡文基的话就好说了 至于场上其他人能不能发现他是蔡文基 那是其他人的事了 咱们接下来就 能杀一个是一个 是不是啊 当然这边如果他是个什么 姜维旁统的话就麻烦挺大啊 好 张辽 张辽也是被发现了 又被狙杀掉了 主持者等于一个人 灭了三个卫国 把万箭激发 当然这个局势 虽然说队友状态很好 但是也并不是完全乐观啊 因为吕布 蔡文基加上这个庞德 董卓其实是没有什么太高输出的 好 顺手欠阳 顺手帮忙 小猫 准备杀谁 小小娃啊 汝秀未杀 杀小吴敦 他估计不太敢杀了 这边有刚烈 他只能去欺负欺负这个董卓 好 董卓 哎呀 还很麻烦啊 吃个桃子 放个南蛮 是不是啊 好吧 这里可能先别装 装备比较好 因为如果夏侯敦刚紧 你把装备扔了 这样少掉了 防止被这个啊 防止被这个后面 一顿打就打死了 多点血对不对 才能保证夏侯敦和撸 是不是啊 好 决斗 再杀一刀 全军偷击 这个很可能要被打死了 凉血啊 但是队友也可能有桃 这个就没准了 夏侯敦 夏侯敦怒开一波桃源 不知道是啥意思啊 不知道台尔强给蜀 我回了 还是怕群勇死了 打不过了 我就不知道了 非常神秘的迷之桃源 好 这个开个南蛮 好 你也不怕董卓死了 哥 他可能是想 其实是想打姜维 说实话 姜维你一张牌 总不能是杀吧 结果姜维就是杀 非常尴尬 当然6号 存了这么半天牌 这有桃子可能也是很高的 哪怕只有一线胜利 夏侯敦刚才就不该 不该开这个南蛮 不是不该开这桃源啊 你开这个桃源干什么 那说明他没有看出读条了 干脆读条也是一闪即逝 后来就关了 你知道吗 好 这边这个姜维赵云 看星星看月亮的 能不能解决掉 估计是难 看着这么琢磨半天 就把他四下了 刚才本来想 这三下 估计是够呛能解决 我感觉他要想解决 总之至少得三点伤害 因为6号很可能有一个桃 他滚回去 让你主将出来 吓掉连弩再砍一刀是不是 反正你砍不砍他 他也能这个 对吧 结果他把这个狮子送过来了 狮子送过来打个九杀是吧 好吧 那行 有狮子不错 果然是蔡文基 要不要出来 蔡文基出来了 蔡文基出来了 表示你反正一血了 摸两张也能那啥 也能撸是不是 好 直接开路 他表示真恶心 表示被恶心到了 那边有狮子 他要不然他九杀 他也打不死 他就想打个九杀好吧 就想打个九杀 云章进攻 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打 讲道理 火攻一下 红桃并没有 先杀姜维吧 能不能大家激活死姜维 说实话 还是有随时有被黄元英秒掉 可能这里这刀 他是想下这个黄元英桃子 好 黄元英果然中招了 我本来以为黄元英不会闪的 好 那你就亏了两张牌是不是 赶紧又吃桃子 先吃桃子再开屋中 这个生怕桃子飞了 特别好桃子飞了 好 全金突击 非常的克制 闪不了 闪不了 那就留着闪别人吧 背歌一下 背了个梅花 其实背黑桃是最赚的 当然手里这张闪 是会被江维挑衅掉的 敦敦 敦敦继续无所作为 好 亮吕布 表示谁能挡我 黄元英说就是闪多 我刚才闪了 我也闪多 我别的没有 就是闪多 这里他可以控八卦 然后挑掉手里的张牌 那你 那你三下 那你就控不了八卦了 咱吕布 有一个讨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高的 几刀杀人 他应该是不敢杀的 带无双的 杀死了 小小娃娃 武性未肝 下掉八卦 然后呢 杀一刀 杀不死了 那你还不如下手牌杀呢 说实话 虽然你没控八卦 但是你下手牌 有50%能杀死 你下八卦 肯定杀不死 好 那就动不死了 你不关 反正是没弄死 没弄死 我们就再撸一发 老夫进京平乱 岂能空手而归 但是这个 决线撑不起来 这个负一马 负面剂 马术负面剂 看见没有 知道什么叫 马术负面剂了吧 然后姜维被戳了一刀 姜维被戳了一刀 这边又吃了一个桃 这个黄元英是怎么回事 生气了 觉得姜维太菜了 是吧 我猜应该是这个原因 觉得姜维太菜了 就是你也太菜了吧 你别意气用事 该杀这个 庞德还要杀的 别乱打 你就乱打就不好了 行行行 乱打了 打完就跑了 生气了 古风登 断杀了 表示必须得弄死赵云了 要不然这个有点危险 拿杀拿决斗 可能拿决斗好一点吧 因为你拿杀的话 万一不死呢 万一被夏侯敦救起来 这他有决斗 他能打出两点伤害 对不对 他如果你给他杀的话 他只能打出一点伤害 对不对 又回来了黄元英 黄元英表示卖掉队友 我们稳了 好被打死了 行那还行 有道理还是拿决斗好 防止他活下来 能打两点伤害 就更不容易救起来 好 这边一顿折腾了 又折腾死了 约尽 三军听我号令 黄元英 你到底想不想打了 谁的都是我的 有杀 没有 好穷啊 木有杀 拆一下下 好这边黄元英贝勒 应该问题不大 这里消 这里消其实一起都不大了 这边有捡一码 捡一码没有用 这里我感觉别消了 浪费手牌 你还不如留着牌消吕布呢 吕布没装备 是不是 一挑一都准 现在还并不稳 有黄元英 一切就有可能 赶紧迅速击杀掉他 才是王道 我供能不能拍中 有就赶紧拍 好 七零宫 是个距离 他可能不太想拍 拍死他 能不能把那个闪录过来 是不是 红杀二的闪录过来 然后再撸张杀 把他弄死 赶紧解决掉黄元英 才是王道 老夫进金捣乱 捣乱 撸的这牌非常好 什么 一代牢 过额担脚 这非常好 外面有无限 夏侯敦的吗 不是 吕布的 吕布小同学弟 就是有黄元英 依然有很大的危险 什么都不保证你 只要黄元英活着 他永远也不能仿证你稳赢 赶紧弄掉 夏侯敦有没有逃 夏侯敦还有个逃 黄元英还有一次机会 他这边消灭下来 把这马扔了 因为马超本来可以杀到你 对不对 夏侯敦嘛 他也打不到你 装备月还行 装备月就稳了 装备月 下回合 南蛮入侵 无气可击 无气可击 这个已经是吕布了 夏侯敦你总没有逃了吧 你总不能狼狼逃吧 难 是不是 一笔之道 环师比身 夏侯敦应该还挺厉害的 能不能搞过他 别被他一会弄死 一笔小心 我这个吕布要被月镜给玩杀了 这就不撸了 这撸是亏的 来杀他一刀 他刚就把牌扔了 这个也得压他血线了 不管怎么样 反正你有个加异码 就先用这个加异码护体 他毕竟被冰了 好 他表示 这边 这边表示 我可以发录像了 那边表示 月鹰寻遇打得差 可是我们卫国才能发录像 别的不能发录像 是不是这意思呢 河南人永不错 河南人永不错 好 到底能不能赢呢 寻遇打得差 寻遇 常规性吧 卫国毕竟就这样 卫赢了才发录像 果然是 卫赢了 为什么卫赢了才发录像呢 如果这局是卫赢了 那不就正常吗 四位开团局 是不是 好 录一发 快点快点 看谁能打死谁 快点 你能不能神裸摸 并不能神裸摸 九杀 九杀了就去世了 当场去世 怎么说呢 这局这个群雄 有群雄的思路啊 也都这个 又打了卫国犯罪 然后这个 也狙杀掉了暗卫啊 这个也发现队友 然后 当然这把群雄说实话 运气也挺好的 本来群雄这两个将 其实不太厉害的 运气稍微差点 说实话后面 也是比较难赢的 各方面因素都有吧 本来这个 一局游戏 也是各方面因素都有 好 咱们再看第二局 第二局的主持小玩家 叫同积机 同积机 同积锦 同积 同积棉 到底是什么呢 九杀玩家赶紧录像 所以庞统 或者 关羽流善 对吧 父子组合也可以 对吧 或者是这个 这流善 流善庞统 庞统关羽 反正都行吧 你看着选吧 好 流善的第一好像有点多 哈哈 有点乱啊 好 怎么选 怎么选 兄弟咱不要这么纠结 好 庞统流善行 可以 看看本局比赛 好 二号位 两个闪两桃 二号位的话可以刷装备啊 除非你认定 一号位是大嘴 那一号位是大嘴 可能性有多高呢 一般情况下是比较低的啊 好 这边这个陈循怀同学啊 思索再三 没有亮将 也没有这个出击啊 不但不亮不出击 而且刀还扔了 也不知道是为啥啊 嗯 行吧 那就起牌锅吧 杀权桃 其实我建议 嗯 可以留个留桃吧 不然你这扔桃的话就跳飞位了啊 行吧 随便吧 无所谓了 好 这边这个三号 啊 沈庄啊 这边为人坦荡出来了 看看手牌又何妨啊 看一下 好 看完了开始搞啊 这是 压不住枪了 还是压不住火了 曹操柳啊 曹操柳 曹操柳 万师傅 开嘴 真的是倒了霉了啊 这也不知道是不是位啊 不卖 但不要非 还有一个黄盖 五号位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拆掉一发万剑 难道你是李脸黄月鹰吗 准备要起来抱一拨吗 拆诸葛联组 再见了 又有独条啊 谁的独条啊 五日独条还是又有蔡文记呢 甭管了 死就死了吧 死就死了吧 嗯 视察都不重要了 这个这种局嘛 你挨着黄盖 你就只能认倒霉 对吧 啊 后面的局势 也不是你在掌控之中啊 好 足 实在是 杀不动了啊 谁说杀不动 仰天表示还能杀得动 那就是外面有蔡文记 你是蔡文记吗 啊 好 他是蔡文记啊 判了个黑桃 判了黑桃其实蛮难受的 再背怕翻回来了 当然这个黄盖 其实也不打怕背啊 反正他有准备死的一个人 看反正就是恶性 而且别人 是不是啊 这边再扔两个闪什么的 或者 对吧 垃圾牌一张 只不过是皮肉之苦吧 好 看有没有人救啊 可以选择救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群雄的 就可以选择救啊 救了就等于让他吃个菜 同归于尽 但这没有什么好心眼的 我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救你的就是无果啊 咱们也可以救啊 对吧 你把菜吃了 大家这个极大欢喜 是不是啊 你不是喜欢打工吗 打工的菜 菜吃 吃 反正在其他人的视角 你只能标这几个旧的人 飞群啊 别的身份 其实很难标的 人家就是摆明了 人家就算不是无果 人家摆明了 让你吃菜啊 就你吃又不亏 你吃吧 你不是那么喜欢吃啊 是好 直接把黄盖给断了 表示你想死啊 门都没有 想自杀 门都没有 你团老实乎在这翻面待着去吧 看像猴一样的被耍 你看出来一个 骗了 你看两个大骗子 好 这个邓爱表示 我是骗子 你就不能是骗子了 你是真的 真的吧 哎呀 我的妈呀 内国太凶了 这个出来干啥 陈循环 刚才不挂刀 现在突然之间 刀拳起来了 到底想做啥 如太说 我这个死的冤 我就想看你们这帮人到底是啥 是一只笔 找个人看一看吧 找到对面那个人 看一个无果 好吧 看个无中 结果这个灯爱不让开 过分了 过分了 他就表示我是庞统 别跟我交劲了 我也是骗子 你看那边是无果 找到个决斗 把这个谁给带走了 把奖金带走了 行吧 接下来看看三是什么 呀 三也是魏国 那这就有点麻烦了 不过其他也还好吧 毕竟那边一个孙权 这边一个庞统 应该打了两位还能打 看一号能顶不住吧 能不能顶不住 他根本没有叙叙 只是变化一新 把八卦阵给忽悠走了 那边七号孙权 应该是会亮降了 就再不亮有点 hold不住了 好 容我三次 是不是孙权周泰呢 如果周泰旁统的话 这个 就应该是还能打 这个 皇太卫士他 甩了一道 这个蔡文基呢 和这个死的冤 好吧 你看这帮魏国 这帮这个主国 都遭老猴子坏得很 一顿毒打 把灯爱打到一血贴个乐 你看 是不是分分钟的事 能不能添路呢 不能 好 一号给了你一次机会 珍惜吧 在这个 这个孙权的努力下 给了你机会啊 给了你生命 好 这篇亮架 黄远英还不错 给他两 那等于给他两次机会了 因为咱们是这个谁 刘善 咱们自己心里有数 是不是 能不能弄死灯爱 以比之道 还尸比身 好好好 还好有极致 不然被钢死了 好 再给你一次机会 然后这个灯爱 直接被打死了 你敢信 灯爱如此嚣张 莫名其妙被打死了 弱爆了 韩冰念呢 必须闪 其实我个人感觉 他这个韩冰念 韩冰念孙权 那两个件装备 比较好吧 你去韩冰张河张河 大概就有闪 没有人打过张河 这里就直接放权了 反正也不用 你开个再捞啥的 拿牌 他也用不了 就被打死了 看他能不能爆起来 能爆就爆 爆不了拉倒 当然他刚才不知道 咱们是刘善 如果他当知道 咱们是刘善 其实可以留一张牌 就是用来回血的 你看没韩冰掉 孙权其实也蛮亏的 这边他会 会把一兵移走 并没有一兵 并没有一孙权 可能对孙权也不太 不太爽吧 或者自己有两个顺 表示我顺一发 对吧 孙权你用你那两张牌 去搞吧 刚才你要是把孙权 那两张牌 韩冰掉 是不是他打死 你这个更小一点 他现在也着急了 赶紧两周菜 那可能要被打死 四张牌的话 被打死 概率就大很多了 两张牌 你很可能 他就不一定能找到九杀 你就被带走了 又失去了两次机会 刚才讲 这真的是 韩冰掉孙权的装备 可能比较好 能进三次局了 三次局的话 就不一定了 看心态吧 三次局的话 一般小偷就不要偷了 偷你 基本上你就赢不了了 因为你偷 人家一定打你 你三次你偷是不可能赢 这个局人家一个 庞统一周菜 你偷能赢吗 你能把这两人打死吗 好吧 他选择了偷这一刻 他基本上就凉了 不但偷 还要去杀孙权 那我感觉 基调一定好 庞统大概率要赢 因为你杀了孙权 孙权不可能不杀你吧 除非说一会儿 两个人杀的欢 他们一看庞统在这看戏 他表示你们都在杀起来 我挂什么闪电 根本不挂 好 继续偷 因为你偷牌 你光拼 你每回还要扔一张牌 你偷两张牌 人家留牌都是基本牌 你这 这怎么可能能赢呢 是不是 就没有任何可能能赢 基本上就凉凉 来 好 拼 那就 那你这么搞 孙权肯定给你 给你这个 决一死战 是不是 你来打吧 说不定咱们到关键时候 还要放拳一下这个张和呢 是不是 让张和把这个孙权搞不驱了 这样的话 只要这个孙权周泰进不驱了 他就是个 就不收拾牌菜 是不是 就没有什么卵用 好 这里放张和 让张和弄 你不是喜欢揍他吗 反正咱们揍不了 让他揍 这留闪比较好吧 加一码没啥用 加一码打这两个人都没用 孙权和张和 留个闪比较好 张和非常的卖力 行吧 所以说基调一定好 这个就等这个摸到K牌 把他们弄死就得了 好 没有闪 鼠辈竟敢伤我 逃也不吃了 行吧 他就集体那什么吧 我只能说你们这个 魏国 吴国 两个铁憨憨 再见吧 九杀 孙权 你就投了吧 别挣扎了 你说你 对不对 对不对 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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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的nice 涅槃式乐 根本应不到 好 再看第三局 第三局也比较短 咱们看一看什么故事 主要玩家里叫 蚕血应夕阳 二六区玩家感觉他录像 选将的话 选两个三血群雄吧 填锋张角 或者是鱼姬张角都还行 好 选择填锋张角 看本局什么故事 几号位呢 八号位啊 找闪 闪呢 闪呢 好 这牌还不错 两杀一闪一黑桃 我已经觉得已经很完美了 不能要求再多了 卫国又出来捣乱来了 孟霍何弹 没有 小戏陈舟 小戏陈舟 有没有 有没有上车的 大家注意啊 就是李典放南蛮 手里要放南蛮 如果四血不卖血的 也一般情况下是非味啊 以我的数据库来看 80%以上是非味 因为如果是卫国 你只要懂了 就四血 就不是说你既能卖血出来 是你要卖血 让李典过多更多的牌 直接碾压掉 明白吗 当然也有那么10%几左右的人 他是不明白这一点的 卫国 他就怕自己掉血 明白吗 给大家说清楚 好 这边咱们就直接都标非味 因为你亮了 你就肯定是为了 就不用我标了 是不是 他就自动亮了 李典淘批 感觉应该稳了 是不是 好 活动 小戏陈舟 同心方可陆立 当然也不排除 有一些什么司马巡遇什么的 不愿意上车 但正常一般 这个李典弄 还是要上车的 因为李典 抓了牌 很可能直接建立 魏国的胜利的 这个跟别的不一样 好 统一道 你看 这就是 这就是复受益 你早出来不就完了吗 早出来 他就不就杀二了吗 你非要浪费输出 对不对 你早出来 你不 李典出来 开团 魏国就出来 就别逼逼 没什么可逼逼的 哪怕 出来开团 输了就输了 对不对 你不要想那么多 好 又出来个小点 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他也是魏 还是 这手牌非常的 这个珍贵 是不是 好 这边贝勒不出来 肯定不是魏 因为有司马嘛 对不对 那就再见了 感觉又要凉凉了 洗刷刷 洗刷刷 出牌 好 何太后 何太后表示 我反正也要死了 牌子没用了 毒一下德了 反正要被逃皮收尸 是不是 刚才司马早亮那边 他早就去击杀 何太后都好 不用 横生那么多枝节 好 他表示何太后 你有闪勾引我 想把六号打死 当然打六号也对的 就是 先打 先行动的吧 但是并没有打死 就非常尴尬 有诸葛连弩 好 拳挂起来 等着寻御谱牌 好 这边这个庞泽越出来 表示要揍魏国 揍什么揍 这是什么意思啊 挂个刀 董卓吗 他不敢出来 半川应该不是群吧 怕被毒吧 好 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太懂 这是魏吗 魏你也不亮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鬼 好 不知道啊 这种人不知道 管他是啥呢 你魏吧 你说你也不怕野 别的呢 你谁知道的 鬼知道 所以说何太后军应该毒他 你跟他整这些用不着 他不亮就毒他 他不亮就不是全 跟他整这些用不着的 好 他开始骂 他说 庞泽出小点坑他 我明白了 那人家手牌 也许别的牌很重要 人家或者说都是小点 比如说这个扇子 这里咱们这枪没法亮 只能等着按着阴人了 位置还挺好的 位置也不能说挺好吧 这个 123杀 这个咱们的时候 应该是司马先判 对吧 按照这个逆史人结算顺序 好 看有没有机会吧 6号 这个铁罕 被魏国打了 然后怪那边 这世强凌弱 是不是 这个 有句话叫做什么 天狗不得耗 耗思 是吧 官师傅 弄过去 怎么翻 能不能快点 兵贵神速 不能 又多一个 弄死 好 还是选择救了一下 希望这个何太后能动一动 这个健身一下 全又去去虎 你看他根本就没大脸 打他最后他都没大脸 对不对 你还指望什么 当然6号也就是可以从那种心理上 他就觉得反正是大卫 我自己也赢不了了 顺便报复一下群友 这种心理的人 其实路人还是蛮多的 好 这边刷一下牌很赚 好多牌啊 杀神强人 这么多牌 反正一大堆牌 忙忙多的牌 不知道咋搞 哎 出来个袁绍 出来个袁绍 试试吧 那只能说试试吧 这里先不要批啊 一定要做最后雷霆一击的时候再批 先让袁绍把他们的血压下去 咱们做雷霆一击 最后 这位置非常好啊 咱们最后盼 被看穿了吗 对 就看穿了 就看穿了就是你啊 先让袁绍去消耗一下他们 这里有点暴露啊 不过暴不暴露也无所谓 他们卫国已经没辙了 就算暴露了他们卫国也没辙啊 这里先让这个袁绍 把他们血压下去 不要着急批啊 这里一定要冷静住 就跟那个 很多时候就是 袁绍首量的时候 如果你是张角 你有闪的话 第一下不要批 因为第一下你是王批 你根本不知道批谁 也不一定能批对 你等一些武将出来以后 再选择批 知道吗 明白吗 我看路人很多 第一下就袁绍开设 与张角第一下去瞎逼批 经常就批错了 做人导致输了 这忍住啊 你一定要忍住是不是 好 这边白尔血线成功的压血了 给我翻过来 给我翻过来 这里选择批这个邓爱 而且还能这个死剑一下 看能不能拆掉一个桃子 就很关键 雷公助我 这里肯定要批这个桃批了 因为理短被翻面了 是不是 你要批理短 他要收尸了 改天生命 好 还拆掉一个桃子 美滋滋 简直舒服 这边如果你提前批的话 他很可能这边就各种卖血什么的 这波不亏 确实不亏 世间 袁绍配合 雷基 把这个魏国打崩 舒服 简直不要再舒服了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你们想的该怎么翻 反正就是翻了 这个就非常爽了 刺激 魏国一脸懵逼 这袁绍真乱神将一样 张角也功不可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